歡迎鄉親帶大洲化新聞的現場 來看前夜數九歲六天九歲 說到福建鄉西市國小 基盤疫情活動 醫師免費鐵民眾檢測水器 來外科的精療 現場還有修正頭髮的服務 提供尚改大心的疫情 帶到專業的配備 鐵中部的加頭髮 現場還有企科醫師 替民眾檢測水器 前夜數九歲每個月都會固定基盤 疫情活動 這次基盤的地方 在在福建西市國小 雖然時間不太長 但是在醫師和其他人員的 熱情參與之下 他可以讓部有很多名獎 幫助一些老大人 讓他們在國科當中 我們有來科、外科、野科、 學建科、甚至中醫科 有很多科目 他們來的時候 不用健保科、不用掛育費 國科都可以看到 還可以提供 我們整個大學 都是跟一個行動的便宜一樣 裡面的設備 都是跟精神裡面的設備 差不多一毛一毛 醫生都是經過資源報備 真正的醫生 大家都非常辛苦 跟我們服務和鄉親 在這個生活當中 可以提到一種 這個生活當中的幫助 透過疫情活動 不能夠減輕、身體負擔 也夠來中部的保持身心健康 享受快樂生活的靈性 杜中華新聞林貴英 學兄蔡宏報道